這個初選照現在的程序走的話 蔡英文宣布退出民進黨 接下來民進黨的隔魁 是不是也應該要請辭 因為他已經是五黨級的總統 他要重新組閣 要組一個五黨級的內閣 理論上應該是這樣 這才是一個很大的政治風暴 你想得很遠 這些事情是很簡單 韋翰把他講得這麼複雜 叫我在你的後面怎麼接下去 我跟你講 這個 我今天的心情是非常的複雜 非常的感慨 也非常的悲哀 更是非常的失望 我覺得今天的民進黨我不認識了 今天的民進黨比我十幾年前 去余天家裡掃地的民進黨更糟糕 因為那時候我不曉得 民進黨竟然為了讓高志朋滿意 就把余天活生生的拔掉 那我賭輸了 因為民進黨竟然會這樣 我非常驚喜 非常訝異 所以我為了替余天報復品 我請他家掃地 恐怕很多人還不曉得 我那個掃地的意思 後來因為你看阿扁的事情 一個一個出來批判阿扁 但總共有11個 今天蔡英文的事情 有沒有人出來就是說批判小英 好像沒有 一個都沒有 所以今天的民進黨的這種 這種是非分明敢挑戰權力的人 比當年還差 我們當年有11個 現在一個都沒有 我們當年11個叫做11庫 我今天就這個機會 也要拿回我的智慧財產權 因為11庫的Coin這個名詞 叫COIN這個名詞 是我 你知道嗎 為什麼我要把他們取名為11庫 因為一個一個出來 其實都抱著相當大的決心跟勇氣 因為怕人家修理 所以我怕你們好不容易有11個 如果你講了以後你就溜掉了 那怎麼辦 所以我就由這個陸昊東 順義先的這個四大庫的歷史 我就想到11庫 所以我第二天在記者會上 我就講這11庫不要跑掉 是這樣來的 現在大家既非城市 也而傳了 11庫好像我都沒份了 好像我只是11庫裡頭的一個 不是 我是11庫的創始人 但是這個是廢話 這個也不重要 我現在要講的是說 當年有11個批判陳水平 現在連一個都沒有 好 那我為什麼感到很悲哀 也感到很失望 因為現在的民進黨我不認識了 現在的民進黨比當年民進黨更糟糕 那我們從昨天的三個記者 導致會講起 我覺得左主席的談話非常好 就是很有分寸 而且也是一個主席所該講的 那這個 但是他讓總統不高興 這個厚話 賴清德的記者導致會 也講得非常不錯 你看這個有鼓有節 這個也是他一個挑戰的 一個候選人所應該講的話 不過我不想多過多讚美賴清德 因為在本節目裡頭 所有藍營來的來賓 都說我天愛賴清德 我跟你講賴清德是我看過的 政治人物裡面算是不錯的 算是假的 算是老實 算是教育工 算是不會過頭的人 裡面藍營就是因為衝著他一句 我是務實的台獨工作者 就把他恨死了 你千萬不要說藍營 我們等一下會看一下綠營怎麼罵賴清德 現在綠營黑賴清德的炮火更可怕 那又錯了 英德之戰進入這種密集交火的時候 所講的網路的話其實都不算 其實這個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問題是賴清德昨天跟管主講的話 其實對他是怎麼樣的一個 務實的台獨工作者 其實有進一步的釐清 不過今天我不要用佔多太多的時間 那個恐怕是另外一個話題 賴清德講得不錯 我覺得最糟糕的是蔡英文 蔡英文講的那三點 就說我不確鑽 然後如果有初選不一定失敗 為什麼有初選 初選就是裡頭的 理所當然的候選人不夠強 就是說民進黨很少的時候 大家都想要做 但是大家都不夠 那種情況才有所謂初選 當然大選就輸了 這個還要推一大堆大道理嗎 我根本不用去回想歷史 我就曉得為什麼初選的結局 往往是失敗的 其實要倒過來講 沒有初選一定會成功 是怎樣 那些候選人很壯的 沒人敢到沒有 你今天蔡英文的民調支持度 如果有百分之六十的話 我想賴清德也不會挑戰 其他的人更不會 今天賴清德是挑戰蔡英文 到目前為止是勢均力敵 五十五 五十八 你所有的民調 所以這個鷹派 包括總統本人 才會有這種處理方法 今天如果是說挑戰的是李敬義 我不是說對你失敗 你出來一定變 賴清德比較差 如果我出來也更差的話 今天不會這樣 今天就是已經威脅到 威脅到總統可以出現 在這個初選的時候 可以出現的這種風險 已經夠大了 他們才那麼緊張 第三點是說我可以跟任何人合作 現在挑戰你的只有一個 你應該講說 我可以跟賴清德合作 就得了 你現在還那個文青幹嘛 好 因為你批判他太多了 我就不佔太多的時間 我現在跟大家借兩分鐘 我假設我是蔡英文 走到今天這個境地 我如果是蔡英文的話 我昨天要怎麼講 我應該講全國同胞 我作為總統 我想民進黨今天的處境 跟我的處境 兩年來 我想是陷入空前很少見到的困境 就是因為這樣大家又會聯想到 明年1月11號的大選 這個情境 這個結果恐怕是難以想像 所以這個時候黨內有人 尤其是現在就是前行政院長賴清德 想要出來就是說來看看是不是 我們可以有另外一個格局 這個是理所當然可以理解到的 我作為總統我當然理解 所以我歡迎這樣的挑戰 把我們是不是應該由我繼續 來代表民進黨選總統 給選民在初選的階段 重新做一番思考 而且我作為總統 我絕對不會濫用我的行政優勢 來做偏頗的助選 或者是讓賴清德故意使他不當選 如果結果還是我贏了 當然事情就很簡單 就等於沒事 但是如果萬一我輸了 萬一我輸了 那不用講 基於民進黨的傳統光榮歷史 那好用講嗎 輸的人一定是挺贏的人 這個請賴院長不用擔心 不用操心 我小英一定可以做到這一點 我覺得他如果這樣講 他的結果不會比現在 國人對他的觀感 他如果這樣子講的話 他就不需要開這場記者會 不 這個要開得更長 因為這是一個你自己的平台 你可以講得讓大家感動 我又有一個感想 他現在的重點是要改變 中職會的決定 不是要讓人民感動 我的感想不是在這個層次 我說人類歷史上 為什麼偉人不多 因為這個是可以給他變成一個 半偉人的境界 但是他選擇不要 他選擇不要 為什麼 因為人的私心 人的這種齣齣的這種私心 蓋過了 他可以偉大的那個機會 所以你看小英初選過得了嗎 就算初選的時間往後延 你們都不是講初選 初選會越來越更糟糕嗎 你往後延的後果不是更糟糕嗎 所以小英恐怕初選 這個樣子的處理恐怕也是過不了關 那就算你過了關 那你大選還是輸的 所以你到頭來 After all 你還是落選了 那你落選的講得漂亮 剛才我那個漂亮的話 也是一張 說得很難聽 說得這麼堅強 也是一張 但是這個影響你小英 在歷史上 你是第一個民選的女總統 你是民進黨在野黨 奪得政權的第二個總統 那你這一番話 歷史都會寫下來 小英是什麼樣的一個人 後人會用什麼樣的眼光看你 你回去想想看 聽聽大佬的話 你現在如果再這樣走下去的話 上一個節目我說我要賭 一萬塊 一萬塊 雞排 我真的是覺得說民進黨 還好你沒有賭 不是 我不是還好 我是覺得民進黨不應該 落魄 糟糕到這種程度 一萬塊是可以賭的 但是因為後來 我真的沒那麼有錢 所以我就忍了 不是 你說你沒有那麼有信心 所以畢竟家境沒有那麼有錢 也有好處 要不然又賭了 現在我有另外一個衝動 你有另外一個衝動 不是 如果小英放任這個黨 這樣子走下去的話 不是放任 他現在是在主導 我是比較客氣 我真的有一股衝動 我真的如果這樣一股走下去的話 不是 我真的想去 總統的官邸掃地你知道嗎 可以嗎 我看看他所謂多遠 我就在所謂容許的距離 你在人性道上面掃地 你覺得我應該去掃地嗎 我如果當年余天被 尤錫坤他們近視拉下來 換上高知朋友 所以你這次是說 賴清德硬是被掃地的話 你就要去掃地了 我覺得如果一律走下去 我真的是 那你應該是去賴清德家掃地 不是 我去賴清德家掃地 因為硬被做掉的是賴清德 你硬被做掉的余天家掃地 對 余天2.0是賴清德 你們腦筋真的很硬 你們都沒有變通 我當年是同情余天是一個弱者 硬生生的被拔掉 但是今天我覺得大家 全國應該痛恨的是這個強者 是一個現任的總統 他的民調又這麼低迷 竟然一意孤行 把黨拖下去 把國家拖下去 大部分的中職委都請向民 把這個初選來延後 所以他們目前的提案已經通過 而且有通過的比率非常的高 所以意見就是說 本來我們在今天來之前 就知道他們只有兩種選擇 一種就是讓制度造走 初選造走 另外一個就是讓初選延後 就這兩個 現在可能接下來要討論都是 你到底延後到什麼時候 我必須要跟大家講 就我們知道的消息裡面來說的話 很多民進黨立委本身就告訴我 如果你現在把這個初選延後 小英現在的民調 過去來說的話 是輸入賴清德滿多的 可是隨著他不斷的動作 還有一些挺鷹派 變成一種顯學的時候 其實民調是慢慢有在接近 所以你如果讓這個初選的時間 往後挪 不用太多一個月或是一個半月 小英到那個時候 如果還用總統的這樣子的一個 所謂的資源 不斷的去做很多不同的陳述 像剛剛即使被大佬批評成 完全沒有總統氣度的 這樣子的一個演說 其實在初選的層次上面 不見得會輸 所以他們目前為止就是打算 把初選做延後的 這樣的一個處理 而且慢慢的 我都可以看出有很多的委員 過去不太敢去選邊站 現在隨著彼此的炮火這麼直接 而且是拉高到這樣的一個層級 很多人是慢慢是靠向小英這個層面 所以延後的話對小英來說是相當不差的 相當不差的 不過我也完全同意大佬剛剛所講的 小英總統他在第一次選總統 就是因為他的退選 不是他的退選 他的敗選演說講得相當的好 那時候我的學生每次都傳給我看 也就是因為敗選演說講得相當好 還有讓他在2016再起的機會 所以敗選很重要 你要留下歷史的地位 但是就是有很多人掌握的權力之後 並沒有辦法有這樣的一個氣度 有這樣子 所以他才會在4月9號講出這些 完全對他的選情 沒有任何加分作用的 這樣的一個話語 這一點我想小英總統 他的幕僚可能要去思考一下 不過我想他真的是非常的急 如果完全沒有做延後 而在下個禮拜直接直求對決的話 以目前所掌握的資料 幾乎每一份的民調當中 賴清德不管是3% 5% 7% 甚至9% 都還是賴清德來贏的 所以他必須要是做出一個 所謂他自己認為 可以稍微挽救他自己 影響中職會的這樣的一個演說 我們也必須從這樣子的選戰當中 你會知道 所謂民進黨標榜的民主 只要遇到跟選舉力有關的時候 民主是相當廉價的 非常廉價的 包括小英總統所提到的初選 就表示說我們台灣的民主 完全沒有達到成熟的地步 美國的民主黨 共和黨 誰不挑戰現任的總統 他們透過不斷的辯論 不斷的挑戰 他們不會讓他們的民主 慢慢的成熟嗎 可是現在 過去民進黨是怎麼罵國民黨的 不管從戒嚴 不管從哪裡 他們只要提到民進黨 他們就說到選舉 這個台灣的民主 一定要我們民進黨來維護 如果說要國民黨當選的話 我們台灣的民主就從此 一敗塗地 完全沒有了 就他們今天命令他們自己黨內 自己的初選的過程當中 請問哪一項是符合所謂的 民主程序的 而且小英你會發現 他最近話很多 過去要讀稿 現在完全不需要 而且他不斷的話說 他過去如何如何 大導自己也講過了 他平常常話說從前 而且他說從前 不斷的告訴大家 他是當初是如何來力挺民進黨 我們都聽到了 而且我們要提醒 民進黨也給你該有的一些 你的回報吧 給你選總統 給你當的這麼多 所以不用再去纏過去了 而且我覺得目前為止 大家最不能夠理解的就是 為什麼要提到說蔡賴配 蔡賴以前已經配過了 就是因為蔡賴配 九合一選舉 蔡賴配一配結果 他們就是這樣的一個應得體制 才讓九合一大敗 已經證明是大敗 賴清台才因此離開 現在又把這個大敗的組合 又重新拿回來檯面上來 我覺得民進黨真的是敗選聯盟 從九合一到現在 一直在這座敗選聯盟上 這樣子的一個架構 難怪很多的基層 完全看不下去了 我只能說當然 等一下會提到 國民黨的內部問題 說別人的事情就比較好 說本黨的事情都會 大家就比較 講話就比較小聲一點 我只能夠強調 過去民進黨不斷在標榜 他們自己的民主 標榜他們自己所標示的 進步的價值 你從這次的春選當中 你就可以看得出來 什麼時候才是他們所謂的民族 就像假新聞一樣 都是他們說的 雖然我只是覺得這次初選 你真的可以看看 各黨真實的背後的一個本質 當權力 當利益 在你前面的時候 所謂的民族都是廉價 而且完全是不可信的 民進黨這次初選 完完再次的驗證 這樣的一個事實